這是SMAN的 就有電瓶 因為用一年多了 順便補充一下電解水 這個電解水你去修北 如果五金百貨都可以買得到 一瓶然後二十塊或三十塊 SMAN的火星 電瓶放在這裡 因為你會滑 那 這個螺絲先去 那鎖這樣 這鎖的有兩根塑膠螺絲拆起來 拿出來就可以了 這是正極這個是負極 等一下要專門再播影片給你看 現在 現在 沒有一個等級 電池蓋 拆起來 拆這一段 open這一段 一邊 還沒 一下 把電池蓋放在這裡 一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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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沒電了 也就發不起來了 你看每一孔 每一孔都沒有什麼鎖 所以 先補充第一個孔 第二個孔 第一孔多 不要補太多 有看到電解水就可以了 因為補太多 也不好 然後補8層滿就可以了 每一個孔平均都要補充 要補充的壽命最少會多半 好 這平均 每個孔都補充到 來就再把它鎖進去 好 這個 它正負極有兩個鉛片 小心不要讓它掉了 掉了就沒有地方鎖了 它的電柄是用 用這個規格 7號的 好 我們把它帶進去 現在要裝回去了 來先上正極 好 要斜斜的 空間很小 空間很小 還假裝 中間小不太要裝 鞋子 先上鑽擠 再上鋪擠 鎖,鎖完後 把它裝回去 蓋子 蓋子就有這個插頭往下 這個是塑膠螺絲 插回去 插回去 在鎖上就可以了 電池保養的步驟就到這個段囉 結束